2007年1月23日下午5点多钟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维尔德县的警员伊格纳西奥·贾劳斯 将女儿韦多利亚从学校接回 妇女俩去了附近的超市 除了购买些日常的食物和女儿爱吃的冰淇淋 他们还购买了一些野餐用具 到家后伊格纳西奥一边给全家做三明治 一边和正在做功课的女儿商量着什么时候全家出门去冰掉 妇女两人想等妈妈回来再确定下 到底是这周出发呢 还是等到下周有个长假再去 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 维多利亚拿起听头 电话那头是母亲的一名同事莎拉 声音听起来很急 她说叫你爸爸接电话 当伊格纳西奥凑到电话前 还没来得及问后 莎拉就急切地说 快点来趟信用合作社 海瑟出事了 听到这么急切的声音 伊格纳西奥凑起了眉头 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信用合作社就是妻子海瑟工作的地方 她会出什么事情呢 当她想通过莎拉了解更多的情况 对方开始哭泣并说 你快点来了就知道了 伊格纳西奥不敢怠慢 带着女儿几乎是飞奔到海瑟所工作的单位 还没有到停车场 伊格纳西奥见到了自己的几个同事 警灯照着整个车厂灯火通明 她的一个角落有很多红色液体 现场有人在拍照和清理 同事告诉她 她的妻子海瑟被抢击中 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医院 此时的伊格纳西奥 依然无法得知妻子的伤势 只得开车到医院 在医院 请记得她试图闯入急救室 但被阻拦下来 有人告诉她 海瑟已经死了 得知妻子死亡的消息 伊格纳西奥默默地走回车上 告诉韦多利亚 妈妈去了天堂 就在一个小时前 位于信用合作社边上的一个小酒馆中 服务员艾米看到 有一个身影 在酒吧后部的箱子中走动 那人的脸看不清楚 似乎由一个大大的黑色面罩 遮挡了起来 遗憾的是 她连男女都没有看清楚 艾米说当时店里有很多人 她无暇估计那个人影 她只是意识到 那个黑影从暗处一闪而过 静止冲着街边的信用社方向走去 没几秒钟 两声枪响传来 打破了周遭的宁静 有人奔走哭喊 有人急忙报警 一时间现场非常混乱 受伤倒地的人就是海瑟 一个普通的小镇居民 她的全名叫海瑟加奥斯 海瑟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 与丈夫结婚十年多 有一个可爱的九岁女儿 海瑟平日里性格温和 待人接物都很妥贴 她的社交范围也很小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工作单位和家庭 根据海瑟的同事回忆 当天下午6点15分左右 下班的海瑟和几个同事 相继走出信用社的大门 海瑟是第二个走出门的员工 走在后面的同事 听到有人铃声喊叫海瑟的名字 然后看到一个穿着黑色长袍 戴着黑红相近面具的人走到海瑟面前 用枪指着她说 你毁了我的人生 归下 海瑟当时被吓呆了 她只顺从地说 好的 然后用膝盖跪在地上 这是只听两声枪响 悲剧发生了 凶手迅速退回到停在附近的一辆福特派皮卡车扬长而去 慌乱的同事看到倒在雪坡中的海瑟一动不动 因为她受伤是在头部 所以现场惨烈到令人无法描述 报警后仅仅三分钟 警察就到达了现场 有警人认出海瑟是一个纳西奥的妻子 顺着这个方向 和案发当时在场证人的描述 他们很快就整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 案件既有可能是情杀或仇杀 凶手在下手之前明确地表示 是海瑟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并且那个声音很清晰 是一个女人的目击者之一 海瑟的同事说 她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恐怖的声音 而声音的主人身高大约五尺七寸 看起来比较壮硕 那么究竟是谁会和背景简单的海瑟有过节呢 一段布伦恋情瞬间被浮出水面 原来 海瑟真有一个情敌 然而这个所谓的情敌 其实是 试图破坏她婚姻的第三者 女人名叫肖恩娜 是一名曾经在维尔德县任职调度员的女警 三年半前 她与同在维尔德县警局任职的伊格纳西奥相识 继而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并且在事发了九个月前 刚刚诞下一名私生子 取名克里斯蒂安 四时的肖恩娜 正在距离信用社不远的地方 她开着丈夫的皮卡车 当她被警察拦截的时候 车离副驾驶位置地面上 有一只红黑色的恐怖面具 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情况是 她没有穿鞋 前面我们说到警察在案发三分钟之内 就到达现场 经过简单了解 警方得知凶手作案后 套上一辆木绿色的福特皮卡车 驶出停车场 由两个警员迅速沿着目击者 所指的方向进行追踪 果然 他们在距离事发地点 不远处的公路上 发现了嫌疑车辆 并成功拦截 四时的肖恩娜 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她说自己刚从一家酒品店出来 正在回家的路上 肖恩娜表示 她对海瑟的死无从知晓 她在家里看了一天的孩子 下午五点左右 因为白天不小心撞到了头 觉得自己头疼得厉害 就和九岁的儿子迪伦商量 给她五美金 让她照看下妹妹和弟弟 迪伦答应了 说要带着孩子们到地下室去玩 因为那有小孩喜欢的玩具 肖恩娜走进窝室 在一缸中放了一尺子的水 打算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 可是她突然想喝点酒 但家里已经没有酒了 因为吃减肥药导致拉西 她所有的内裤都弄脏了 她就穿了一条丈夫的内裤 抓了一件外罩就出门了 当她坐上丈夫的卡车 她才发现自己没穿鞋 而她系的鞋在卧室里面 她出门时带上门了 想想自己还要拿钥匙开门 再换鞋 她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干脆就吃脚开车去了酒品店 然而当她把车开到酒品店的停车场 她又觉得一阵喧阴 不知道自己为啥在那儿 然后她才发现 钱包没带 所以只能回家 就在回家的路上 她首先被正在直前的警察丈夫拦在大马路上 丈夫从车里下来就冲着她吼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还问她孩子们在哪 她说孩子们在地下室 有大儿子迪伦看着 丈夫就怒吼地离开了 她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两位警员又将自己拦下 并被告知自己是杀害海瑟的嫌疑人 面对萧恩娜的陈述 二位警员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们依照程序 采集了相关的所有证据 他们发现海瑟车里有很多弹药残留 萧恩娜所穿的毛衣上 也发现了弹药残留 并且在那个面罩上发现了萧恩娜自己的DNA 但面罩上并未发现弹药残留物质 也没有被害人血迹 警方勘察现场时候 还在距离案发地 21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只 占有弹药残留物的鞋子 再沿着公路又走了100米的一处 不显眼为止 发现了另一只鞋子 令探员们困惑的是 这双鞋是矢马的男士鞋子 而萧恩娜的矢马为女士巴马 说起萧恩娜的感情生活 这位彪悍的景花 可是拥有一箩筐的蒙料 她出生在科罗拉多州 一个叫做格里利的小镇上 从1992年开始担任调度员 她之前以警官克里斯麦凯结婚 并于1995年离婚 离婚的原因很简单 她认为一个叫做马歇尔的女同事 和克里斯有染 她对朋友说 丈夫克里斯就像是一个作弊的孩子 让她无法忍受 1996年8月 萧恩娜与现在的丈夫 警官看尼尔森结婚 并共同生育了两个孩子 儿子迪伦9岁 和女儿乔丹7岁 萧恩娜本来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冥冥之中 她的感情还会有更加曲折的经历 就在格里利和维尔德县之间的 调度通信合并后 她和伊格纳西奥成为同事 萧恩娜回忆 2004年春天 他们两个人开始调情 经常在出外前时腻在一起 还对三差五找各种借口优惠 发生关系不久 萧恩娜就意外怀孕了 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做了结杂手术 所以这个孩子一定是情人伊格纳西奥的 当她告诉伊格纳西奥 自己怀上了她的孩子 对方的第一反应 就是让她去做人工流产 虽然不情愿 但是萧恩娜知道 自己还是一个在婚姻中的女人 而对方也是有家事的人 她忍着羞辱和疼痛 在相邻心理的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她回忆说当时感觉很屈辱 流产过后 一直情绪不佳的萧恩娜 向丈夫肯尼尔森 坦白了自己出轨和流产的事实 丈夫原谅了她 告诉她孩子们需要妈妈 面对丈夫的原谅 萧恩娜本该感恩宅心 与伊格纳西奥划清界线 可是不争气的自己 却依然沉迷于 伊格纳西奥的产媚和激情中 开工没有回头见 她依然居然地选择和情人私会 终于有一天 沉浸在爱情中的萧恩娜 再次陷入困境 她被查出再次怀孕 这次她没有听从伊格纳西奥的安排 也不顾忌丈夫肯尼尔森的阻拦 依然居然在2004年的3月 生下了一个男孩 取名叫做克里斯蒂安 而面对任性而倔强的萧恩娜 丈夫再一次妥协 同意以父亲的名义 将克里斯蒂安养大 由此可以看出 萧恩娜对于伊格纳西奥的爱 是越发浓烈 她并不甘于只做伊格纳西奥的情人 现在她已经拥有伊格纳西奥的骨肉 接下来的计划 就是和她长长久久地待在一起 这种炙热的爱 连伊格纳西奥开始退缩 她曾几次尝试与萧恩娜分手 但是总是因为对方的坚持 而又重新复合 也许当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爱 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会被疯狂的战友欲侵蚀了头脑 萧恩娜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战友情人 她对周围的朋友讲过多次 自己这辈子最恨的人 就是伊格纳西奥的妻子海瑟 她还直接称呼海瑟氏 雕字 飞猪 女巫 等等 事实上 不仅仅海瑟氏萧恩娜的眼中钉 她对于生活中每一位接近情人伊格纳西奥的女人都会先声芥蒂 一次在一位老同事的退休派对上 她和一位女同事大打出手 原因就是她觉得该女同事勾引了伊格纳西奥 当时参加聚会的警察同事们 不得不将失去理智的萧恩娜驱逐出聚会地点 萧恩娜曾多次电话骚扰凯瑟 她先是发短消息对海瑟说 如果你再看这个短消息 那你就是个神经病 没几分钟 海瑟打来电话 去问她 你敢跟我当面说这些话吗 萧恩娜却退缩了 萧恩娜曾经和朋友一起去靶场练习手枪射击 她还曾经愤愤地对一起去的朋友说 真希望靶心就是那个讨厌的女人海瑟 萧恩娜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米歇尔 米歇尔也曾经是她的同事 米歇尔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 萧恩娜无数次跟自己提出如何除掉海瑟 米歇尔说 有一次她和萧恩娜还有伊格纳西奥 一起到一个度假区去玩 晚上在酒吧中伊格纳西奥 接了一个电话就不告而别 第二天 伊格纳西奥和萧恩娜提出了分手 并且明确地告诉她 自己不会离开善良单纯的海瑟 至于他们共同的孩子 让她与自己的律师联系 不会在私下里与她见面 她说当时萧恩娜被气到爆炸 她坚信一定是海瑟动了什么手脚 让伊格纳西奥离开了自己 米歇尔说 萧恩娜曾经无数次地与自己一起探讨 除掉海瑟的方法 萧恩娜曾经想给海瑟注射情话物 她也承认自己确实在萧恩娜杀害海瑟这件事上 给提供了不少点子 她建议直接用枪击来避免留下DNA证据 作案时让萧恩娜穿上长袍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身上留有血迹证据 作案时后 要把头发包裹住 以防留下DNA证据 让人讨论的细节非常严谨 甚至她说 你可以在家中准备将浴缸装满温水 回家后第一时间用水清洗证据 还有买大号的男士鞋子 来混淆警察的侦破视线 她还提示萧恩娜 在开枪的时候 要喊你拒绝了我的贷款 毁了我的生活 这样的话 还可以引导警察 去查看被拒绝贷款的客户 她还说萧恩娜开始开车 经常触摸在伊格纳西奥所居住的房子附近 有一次 萧恩娜给了她一把大号钳子 让她去将海色的汽车刹车剪断 她拿着剪刀下车后 在海色家的车道上蹲了一会 然后赶紧回到车里 萧恩娜问她 剪断了吗 她说可能是吧 但事实上 她什么都没做 米歇尔在法庭上大胆地指认了萧恩娜的罪行 她说她相信是萧恩娜杀死了海色 因为凶暗发生的前一天 萧恩娜和她在一起 萧恩娜让她在她丈夫肯尼尔森的星巴克咖啡中放安眠药 她叫错了 但肯尼尔森并没有喝哪杯咖啡 于是她看到萧恩娜将哪杯咖啡倒入厕所中 萧恩娜还告诉自己 如果第二天 你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正在泡澡 那就意味着我成功了 从米歇尔的证词中 很多案发现场解不开的谜盘被一一解开 当初令警察费解的事情 萧恩娜在被捕时没有穿鞋子 但她又穿戴完整的衣装和袜子 这很有可能是在作案后 江南市大马鞋子扔到距离现场200米远的地方 另外 警察在萧恩娜被捕时后开的那辆卡车上 发现了大量的火药射击后的残留物 但却没有发现萧恩娜作案用的枪支 所以检方怀疑萧恩娜被其丈夫肯尼尔森拦截后 第一时间将凶器转移给了正在指尽的丈夫 因此 肯尼尔森也被法院起诉 她的案件将会令人审讯 海瑟被杀的案件 同时还对另一个人提起了诉讼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米歇尔 她在萧恩娜犯罪的行为中提供了太多的帮助 然而对于闺蜜米歇尔的反水 萧恩娜也有她自己非常劲爆的故事版本 萧恩娜和米歇尔成为闺蜜 是在萧恩娜和伊格纳西奥确定情人关系之后的几个月后 她与米歇尔除了是闺蜜外 也是亲密的情侣 两人曾经接吻 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 但是并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他们之间是灵魂伴侣 当被问及为何米歇尔既然与她相爱 为什么会做出对她不利的证词 她坦言说 就是因为自己拒绝了米歇尔发生关系的要求 导致对方阴安身恨 这起案件庭审持续了10天 陪审谈花了5小时45分钟才达成一致的有罪判决 2008年3月3日 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法庭认定 萧娜就是杀害海瑟·加劳斯的凶手 她因为一级谋杀罪 被判处终身监禁 终身不得假释 维尔德县地方法官 罗杰克莱因说 你经过深思熟虑地执行了这个计划 用一种亲户行刑的方式强决了被害人 你也将会用一生每一天的自由 来为你曾经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 萧恩娜在宣读有罪判决时 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她的律师凯文斯特罗贝尔表示 他们将会进行上诉 自从凶案发生后 萧恩娜的丈夫肯尼尔森离职 她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但她表示愿意将克里斯蒂安养达成人 以格纳西奥 作为风暴中心的人物 她也辞去了警察的职务 萧恩娜被宣布判决的当天 她也在场 听完判决后 她一句话都没有说 默默地离开了法庭 这是一个背景的案件 爱情有时候确实会让人冲昏了头脑 女警官提起火爆的真性情 也确实让人动容 但她鲁莽的行径 却是令人唾弃的 王后的两个人 直接让原本可以岁月静好的 两个家庭瞬间土崩瓦解 所以我们这些生活在 俗世中的男男女女 需要对爱情和家庭 还有责任做出明确的定位 皆无为了一己私欲 网顾他人性命 好了 今天的案件故事就讲解到这里 欢迎喜欢案件类视频的你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